中华民国洪德秀林华东联合关怀爱心物资发放活动 秀林乡民代表白敬文和志工们是动起来 热心协助发放物资给需要的弱势村民 让关怀之心传递给每一位社区乡亲 这场爱心物资发放活动不仅提供物资帮助弱势 间接让社区的温暖和关怀传递给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在众人伤心的支持之下 让更多人关注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共同建设更温暖社会一份力量 这个白代表他帮我们促成这个机会 更感谢很多的慈善团体 帮我们捐赠了这么多的物资 让我们洪德有这个机会来到我们这边做物资的发放 我们今年做的是300份的物资发放 我们中华民国洪德来到我们花东这边 已经迈入第十年了 我们在这边做了第十年的物资发放 旭林乡 亲人这群善友的爱心 对云乡是这么的关心 在这里代表修林乡的乡民 感谢我们洪德制业协会 每一年度来到修林乡 总是物资都这么的丰富 来赠送给我们的乡民 那我们修林乡其实在各部各个村都有一个光怀源 这个名单的来源呢 也都是依据我们的光怀源提供的名单来赠送 那因为我们希望要把协会的爱心 能够真正实际落实 赠送给贫困的或是弱势的家庭 希望他们能够拿到这些物资 可以吃好一点 过好一点的日子 我相信这个本来也是协会以及 乡公所我们的本意 希望大家都能够很幸福的生活 修林下面代表白金文彪老师 筹号了一个多月的爱心捐物资活动 他是相当的感谢 我们要感谢那个中华民国洪德制业协会 以及彰化洪德制业协会 这次是由他们这两个团体来承办这一次 然后三星团体的话 总共有15、16个爱心团体 共同组成了这一次的爱心关怀弱势家庭的活动 在这里我们做我们波士兰部落 以及附近的秀林、富士、崇德这几个部落 非常的感谢他们 感谢他们 好在有他们可以协助我们弱势家庭这样 113年中华民国修林联合关怀爱心捐物资发行活动 由中华民国洪德制业协会 彰化洪德制业协会承办 让关怀深入偏向 接着就让我们喜欢的朋友们